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直播 那三天跌了800点 大家还好吗 不知道库底丝丝的还是觉得说很兴奋 那这边其实众客认为 这里只是一个涨多修正而已 还不到崩盘的时候 那涨多修正创高 创高过后拉回 总是会有新的主流开始浮现 所以大家要好好特别去留意了 那直播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这个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方向 所以请大家进来的朋友 请在影片下方帮众哥按赞订阅 加上留言 可以帮众哥刷一排爱心 或是帮众哥刷一整排的赞都可以 那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给众哥一个小小的回馈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的脚步 再来这边还是要麻烦大家 拿起你的手机 把众哥的群组给做了加入 Lite请大家输入小小鼠BBA5820H Telegram请大家输入FY17168 那也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说到QR Code呢 这个YT的个人频道也很重要好吗 请大家帮忙扫描这个QR Code 那也可以把这个QR Code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把订阅数据冲高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到众哥 也可以让众哥认识到大家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形成一股力量 那你来问各大回答 昨天没有人留言非常冷清 那今天又跌了 我想大家应该是荧幕关掉还是什么的 那这边就是 没关系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现在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进来的朋友请跟我打声招呼好吗 这个小熊武安 小平武安 然后这个一 一武安 然后旧武安 然后就是请跟众哥打声招呼 也跟我们的吉祥武 集气战士宇宙骑兵打声招呼好吗 这个众哥每次呢 就是如果觉得排名上好像不如一起的时候 我哥会跟他握手 给我钻掌停板 这是我儿子教我的 所以请跟我们打声招呼好吗 然后我们来聊今天的行情 今天加选指数再次下跌 但今天下跌三天跌800点 我觉得好像已经有看到一点点机会 但是接下来 你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PC数据 那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我一直跟大家聊到 Q2就是一个震荡的月份 因为股债会再平 我们可以看到 先前美国财政部 把他说这个债券标售不如一起 所以使得这边美债殖率往上走 那美债殖率往上走 也就导致于加选指数这三天的拉回 那这边这三天的拉回之后 什么时候会开始出现一个指纹讯号 一样在今晚PC数据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美债殖率呢 是有稍微做一个滑落的 那如果今天PC数据 美债殖率可以再滑落的话 其实我觉得行情就有机会 呈现一个反弹的态势 而且这边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是 三天跌三百点 你认为这个行情 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头部吗 众多怎么看都觉得 还是一个多头排列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月线还是季线 目前都是呈现一个上扬的 那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月K 月K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形态上升轨道并没有破坏 所以整个形态看的话 我认为仍然是一个多头 那我们过去要跟大家聊到 这个行情如果真的要崩的话 其实它也是需要时间来去做盘头 那什么叫做盘头呢 就是今天往下跌破 那反弹上来没有过高 又再往下下一次 那这个就叫做盘头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边我认为还是一个多头行情 那创高拉回代表主流呢 有可能会换人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蛮多的一些个股 是呈现一个涨多拉回的 那这边你就好好特别留意一下 资金流向 因为我们过去常常跟大家聊到 其实我们不用害怕下跌 你其实反而要很庆幸下跌 为什么 因为下跌 这个股票才有可能变得便宜嘛 那我会特别去留意 有哪些个股会维持着强势整理 当它维持着强势整理 大盘开始直稳之后 这个往往会是下一波的主流 那这边我们跟大家聊聊的是 早上盘前提醒 我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必须站上21550 那这边才有机会持续出现一个直稳 那今天大概21539吧 对21539 然后就开始往下了 所以今天的震荡其实我还不感到意外 因为这边反弹站不上 压回就是唯一的路径 那现在来到月线 就看看晚上的PC数据能不能出现一个直稳 那原理上我认为这里 联准会跟美国财政部强强联手做多 这个看法总格还是没有改变 上半年总格是乐观看待的 那只要降息预期还在 不管它延后到什么时候 不管是延后到9月12月甚至到明年 只要这个降息预期还在 这个行情就是多头 但是真的开始降息那一刻 请你要特别小心好吗 那有人觉得说真的降息不是一件好事吗 因为现在利率非常高 真的降息不是一件好事吗 中小型个股这边的经营成本压力也会跟着减少 股价不是应该往上涨吗 但是投票你要去想是 真的开始降息那一刻 代表说利多可能已经实现了 而且如果降到3%一下 3%一下不得了了 降到3%一下代表说经济可能真的出现问题 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 联准会才需要把利率降到3%一下 甚至降到0甚至是负利率 我们可以看到疫情的时候大撒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请大家好好把握上半年 那下半年我们就看看联准会 什么时候开始把利多实现 原理上我认为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他这边应该联准会 应该会是一个 对我们不好多说 因为央行有他的中立性 有他的独立性 那这边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近期报好像都没有这样子 虽然我觉得联准会在这个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不至于有其他动作 那在缩表速度放缓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行情资金还是非常多 虽然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创高中的主流然后会往哪边跑 那另外我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看到的连两天 昨天跟前天是期货压低结算 前天是周昌结算 那昨天是什么付台结算 那今天不是结算 今天是MSCI调整 那调整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 台电这边是尾盘是杀尾盘 那杀尾盘的过程中 特别想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情 股期是没有往下跌的 股期收盘这边大概是7块的正价差 所以也代表说下礼拜就是下礼拜一 假如PC没有事的话 我认为这边下礼拜反台几率非常非常大 那就算这边PC有事 美股只要出现一个霞幅震荡 台股下礼拜也有机会跟着反弹 所以我认为三天跌800点 这边或许有机会在月线这边 迎来一个反弹 所以反弹之后主流会往哪边跑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那这种歌这边有跟大家分享一份资料 其实这份资料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 预告了两三天了 这种歌周末时候会跟大家整理出来 那六月必买标股一番赏 请大家现在就拨打02-23219933 拨打电话先预先登记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聊到 就是早鸟预售 那为什么有个早鸟预售 因为这次这种歌会有两份资料 把两份资料 那两份资料一份就是六月一番赏 就是每个月的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资料 另外就是每周的资金流向表 所以钱到底往哪边跑 请现在大家就赶紧的拨打电话进来 索取这份资料 那这份资料会帮大家完整呈现 包括六月总金趋势 还有钱往哪边跑 那这边为什么我们会分两份资料 其实如果你长期追踪我的话 我的每月每月资料就是会加入 加入基本面 它会比较偏向波段交易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跟大家分享红海 这边是涨了一大波 那上次我们去年九月 去年九月百花齐放 跟大家分享六八五的点击 从去年九月到现在 也经过大半年的时间 那这边是顺利的让我们顺利的赚一倍 所以每月的活动资料 中哥会加入基本面的因子 那会比较偏向波段的 这边波段呢 会有机会让我们赚五十趴 会有机会让我们赚一倍 所以这边就是请大家拿到这份资料之后 持续追踪它的每月营收基本面的变化 那至于每周资金流向表就是我只看钱 只看钱往哪边跑 只看钱有没有流入 所以就是这份资金流向表就是上周 就是本周 就是本周资金流流入的个股 下周会特别容易有表现 所以请大家赶紧拨打电话进来 那中哥这一次呢 会有点不太一样的事就是 请你 昨天我们昨天有跟大家预告 就是有个早鸟预售 请你赶紧私讯小秘书 私讯小秘书 或是你可以趁着这次直播播打电话进来 那这边中哥就是会 让你完整的拿到两份资料 那错过这个timing点 错过这个timing点 我们要是快闪的好不好 错过这个timing点 那你可以在影片下方填写表战链结 但是中哥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 两份资料呢 你只能拿到一份而已 所以我们这是有快闪的好吗 就是想拿到完整的两份资料 请记得交入中哥来的私讯我们 或是拨打电话进来 那这个限额100名好不好 请大家赶紧把握时间 这100名想要两份都完整拿到 今天赶紧打电话进来 预约登记好不好 前100名中哥跟你分享 这两份完整资料 那错过你只能拿到一份而已 所以请大家把握时间把握机会 赶紧来这个登记索取 那这种个周末 会好好帮大家整理 礼拜一 礼拜一你就可以拿到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跟大家分享的 刚刚聊到 每月资料是比较偏向波段的 那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总经分析 然后还有一些个股的看法 那这份三月跟大家分享隐形王者 胜率高达85% 包括红海、红准、中兴电、耀胜 这边都有往上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块 今天这种哥本来以为要发动了 结果吃了一个大黑K 但是没有关系 反甲 反甲我们这边还抱着 那反甲还抱着 为什么可以抱到现在 主要是因为我们买的够低 那当初进场的规划 本来就是看到第二季车用 有机会做接棒 所以这边第二季的车用接棒 接下来就看看 他的股东会 会释放出什么讯息 那其实这种哥们蛮期待 蛮期待什么呢 蛮期待他在股东会上面 可以释放出 我要跨入AI伺服器 因为毕竟反甲做的东西 除了通用伺服器之外 其实AI也可以用到 所以我们这边再看看 反甲的股东会 会释放出什么讯息 那原理上的这种哥 这个也是看CP资讯 就是看可转债资讯 进场做交易的 那我们预计是打算是做到 除全息那一天 其实这种哥很多个股 都是跟CP可转债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有机会 我们再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我们跟你聊到 这个鸿海鸿准之后 那中间持续一路的帮大家做追踪 那刚刚有人聊到 鸿海已经变成填海了 那应该怎么看 鸿海变成填海 那应该怎么看 这种哥这边的股东会上面 鸿海今天股东会 那有释放出一些讯息 那这些讯息 这种哥会在这份资料上面 完整的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请你想知道鸿海后续的 一定要填一些表单 拨打电话进来 那把这两份资料 完整的拿在手上 那股东会到底聊到什么 这种哥觉得是偏向正面的好消息好吗 所以请你把握鸿海200块以下时间 那其实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聊到 就算我认为鸿海鸿海股价 未来会涨到200 未来会涨到300 但是他都不会一波到底好吗 这边中间一定会有震荡的时候 那震荡过程中 你如何加减码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或者是你可以跟我说 诶 中哥我没有打算再减码 我就是一路爆 一路爆到200 一路爆到300 那OK 这没问题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成本买得非常低 当然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是后面才买的 比如说你买在180的 买在最高186的 那你可能现在或许就会有一点点压力了 所以这边其实中间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哪里呢 就取决于你对这个技术分析的看法 那中哥认为目标价没有变的情况之下 剩下我们是照这基本面 技术面来去做打单 所以鸿海股东会到底聊到些什么 中哥这边会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看法跟公约 所以请大家赶紧拨打电话 023219933 今天的登记两份资料都可以拿在手上 再来是看到这谢天金也是每月赠送的资料 这是5月的 那当时这个森达克大概是在5月6号大概在这边 在这里 那应该还不到200块 那后来就涨到了296块 快300块 所以这边也是有560%的一个报酬 那我们跟大家讲这些就是 其实这些都过去了 或许对你来讲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你可能有拿到但是没有去仔细追踪 或是你没有拿到 但是我这些都没关系好吗 今天今天是个全新的开始 你请你大家 请大家把这份资料拿在手上 那一样每月资料 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总金的趋势 其实这个观点我已经聊非常非常久了 那请你只要记得不追价找拐点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这几天的下跌800点 你的风险应该是可以规避的降到最小 所以这边就请大家把这份资料拿在手上 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每周资金流向表 那其实每周资金流向表是一件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对所以想拿到这份资金流向表 请你记得一定要今天打电话 或是私讯小秘书 就可以拿到这两份资料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次直播跟大家分享 中哥昨天有特别把它统计出来 其实这胜率应该是非常高 应该有八成左右 那这个资金流向表是偏向短线 所以这些因子就是 这些有打高就是 从分享到昨天有创高的 我就把它打高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洪准、金豪哥、奇迹、光宝科、 系立、智新、日月光 这么多都是有涨的 所以只要记得不追价找拐点 你利用拐点出现震荡的时候 经常就布局 创高就把它卖掉 那这是短线最棒的一个方程式 所以这资金流向表 请你一定要同步的拿在手中 就是每月的资料 加上资金流向表 你把它match在一起 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相信你这边就是天下无敌 那你可以看到盘面的震荡 我们跟大家分享这六七六月稳得 今天还是在持续创高 所以持续创高 我们就不用去预测任何立场 就看看这个CB特定的什么时候下车 所以再次跟大家聊到 我觉得CB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商品 有机会我们在开堂课 好好的跟大家聊聊 CB就是跟涨抗跌 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有机会让你实现就是 你在股市要遇到赚一倍 或许会很辛苦 赚两倍 或许会有点天方夜谈 赚三倍 赚四倍 需要天使地利人和 比如说我们双红赚四倍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CB 随便便都是五倍十倍起跳好吗 对好不能讲太多了 我们希望越少人知道这商品是越好的 那这边就是跟大家聊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 你来问哥来回答的时间 所以记得直播众哥要下播了 所以现在开始倒数 倒数计时好吗 就是倒数十分钟 想拿到资料的 请你记得两份资料 请你记得拨打02-2321-9933 或者是私讯小秘书 你就可以把两份资料完整拿来手上 那错过这样的时间点 很抱歉你只能拿到一份而已 好吗 这就是我们的早鸟预售 那我们来回答大家相关问题吧 时间有限 众哥就快速的跟大家聊一聊 鸿海变舔海 那我刚刚有聊到 股东会释放的讯息 我会把它完整的在这份资料 跟大家做呈现 所以请让众哥保留一下 众哥在节目上 今天就先不跟大家聊鸿海 就请大家把这份资料拿在手上好吗 然后就完 然后那个 化汉怎么看 化汉我觉得目前就是看待一个区间震荡 然后呢 就是 涌到 涌到 好久没听 没有听到 涌到 今天跌停 我觉得还好还好 你只要不要追在高点 今天跌停我觉得还不用太担心 因为他只是从创高回到一个区间震荡而已 说到涌到 众哥想顺便追踪一下 我的惨条 我记得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我们惨条有赚到这一段 好 那以目前形态来看的话 众哥 惨条 不打算切入 那涌到 众哥觉得你要去尊重一下 尊重一下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如果跌破的话 其实你也是要准备去跑 所以你可以抓月线 那如果你空手了 众哥目前来看的话 还没看到一个指纹虚 所以你可以等待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低 然后呢 这边可以看到是 身为人员后市怎么看 身为人员这边其实也是在走一个区间震荡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阳明怎么看 阳明呢 其实如果投票你有印象的话 我先前在连线的时候 或是直播的时候 我记得也有人问到长龙阳明怎么看 那我当时有跟大家聊到的是 这边请那时候有参加直播 帮众哥做个验证 众哥绝对不是现在才在跟你马后跑 当时有跟大家聊到的是 这个运价虽然在上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却是有点涨不太动 这里我完全不会想去做一个追价 为什么呢 我们当初有特别跟大家提到 这一波疫情的上涨 运价大涨 其实很多运商是造了非常多沙的船 那这些船呢 什么时候开始交船 在今年 今年要开始交船 所以我认为这个运价 只是短期的上涨因素 那当交船之后 供需适应的情况 或许就会改变了 所以我不认为 这边你适合再去进场做个追价 这里反而是逢高要找一个卖点 那短期上来看的话 它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有反弹我觉得你还是先站在卖棒 这里我完全不打算切入 那当时我们有特别跟大家讲到 其实长龙的可转债 已经有大量特定人去做下车 所以这也代表说特定人 其实对行业股后续 其实没有这么看好 所以这边我觉得 这里有从筹码 或是一些金融商品的资讯来看的话 这里我是不打算切入 就算后面它涨上去 这里也不是我该赚的钱 所以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目前它还在一个区间 那你可以照着这个区间 来去做一个加减码 那我回答另外一个频道 我就准备要下播了好不好 因为今天导播说他等一下去约会 所以他没办法让我讲太久 另外一边的频道 今天没有人来参加 好大家可能就是已经灰心了 已经灰心了 那我们就下播吗 还是我们来跟导播聊一下儿女情场 好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准备要下播了 那这边如果你周末 就是如果你来不及参加我直播的 那这边你可以在我们的录影重播档 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这种跟周末一定会来 好好回答大家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里 其实你要打起精神来 周末不到你放弃的时候 你放弃了这行情 对你来讲就是等于零了 就是没有了 所以只有你这边持续的去面对行情 持续做个调整 我觉得你才能找到获利的机会 所以请大家把这六月一番赏 还有资金流向表 两份资料通通都拿在手上 今天拨打0223219933 就可以拿到两份资料 或者是私讯小秘书 那小秘书电话会接到六点半 甚至到七点 他们今天会加班的帮大家做服务 就请大家赶紧利用这样的机会 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我要下播咯 周末愉快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欸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笔 字幕增自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